大家好,我是王伯老,说半岛 又来到我们阿弥陀林基本功 热火超天功,是今天的主题 所谓热火到底有多热呢? 我讲的热火是要超过1000度C的 才够热,才过瘾 其中有几个主题,是我今天主要讲的内容 第一个是Driving anew 叫做使入退火 SSD, Solid Source Doping IL Scavenging, Interficial Layer Scavenging 这三个主题是我们半导体支撑 最重要的三个支撑之一 应该这样讲 规矩,之前我们都来一个Ice Breaker Driving,这个半导体很多术语 都是用美国的俗话弄过来的 Driving也是蛮生动的 Driving什么意思?什么是死路呢? 这意思是说,美国地广人稀嘛 人人开车 所以有很多Driving文化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戏院 右边,右边就是一个戏院 车子开进来,你就看电影 你不用出去 自动有waitress或者waiter 之后你看要吃什么薯条 汉堡之类的 然后每个车旁边还有喇叭 所以你就一边听一边可以看电影 不用出去了,太舒服了 你在车子里面做什么,没有人管你 太自由了 那其他的,比方这个是餐厅 Driving,就是一个快餐店 咖啡啊,burger啊,这些最简单的东西 早餐啊,对不对 这都是,几乎是美国文化的一种 别的国家好像没有,应该没有那么大的地 在我们硅纳米里面呢 有三种高温使用退伙 这三种 一个是Sigma 我们讲了很多次 是Dipo的Driving Anion 控制VT,控制鬼月 那个Dipo,上次我们讲过的 如果你还不熟的话 就回去看一下 鬼月片 其中一直在提到Sigma Anion Solid Source Doping 这个就是用个固态的Dopen的Source 来把这个掺杂物Dopen Drive到鬼里面 把它开进去 它需要很高的温度 也是1000度以上了 另外是Implant Doping Activation Anion 这个Expiration Anion 有没有1000度那很难讲 大概要接近 至少要七八百是最少 这个Source and Drain Anion 我这里要主要讲的 倒不是Source and Drain Anion 是它Bulk 一般的硅 以及2D material 它的Activation Anion 有什么不同 这一点是 比较少要注意到 但是非常重要 大家讲慢点 2D多厉害 多厉害 但是你看 它天生有很多缺点 第一个Anion 就是Sigma Dipo Driving Anion Dipo就是把这个Dopen Drive到IL里面 比方说我们把Dopen 等一下我们来详细介绍一下 上次我们讲的IBM 把Dopen放在了这个 Dopen放在了Metal Dipo Aluminum Oxide 或者是Lentum Oxide 放在IkIo上面 我们现在看一下 怎么做的 比方说这是一个P-type 这个P-type就是Aluminum Oxide 当然你的N-type就是Lentum Oxide 它放一个Cat 就是放一个盖子 把它保护住 叫做Tin Nitro 这是我个人的认为 然后Barrier 它有两个方式 它有时候怕这个扩散太多 它故意放个Barrier 这个在材料工程里面 这是常常用的一个招数 大家有兴趣的话要记下 就是说你要控制一个Diffusion的时候 你是直接控制还是间接控制 常常在这个叫间接控制 有这个间接控制的时候 你往往控制它还比较好 有很多好处 如果你成功的话 最后是Protection layer 这个就是保护所有的 通常是Amorphous Silicum 就是飞金的硅 这个高温Driving Dipole Lass and Neon 这个Sigma Neon 它就是把这个P-type Drive通过了Aluminum Oxide 通过然后降到这IkIo上面 把这个地方通过Barrier 通过HyperMorphous 降到这个上面 降到这里上面 就形成了一个Dipole 这个Dipole就会改变VT 从这里改到这里 从这里改到这里 这个都是 这个叫高温混搭的制程 这是IkIo的发明 非常有效 非常好的一个通过 但还有它的缺点 我以后再说 回到我们这个Dipole Drive in and Neon 等下我们去找Aluminum Oxide 或者说是 这个Aluminum Oxide 或者是Lentum Oxide 然后后面来个Drive in and Neon 就这样没有放Cap 其实是有的了 那有时候把Cap放到外面 然后它还有另外一个New 等下我看的时候 WF就是Work Function Setting New 有时候你这个改变呢 Work Function呢 是改变的 有时候过瘾 不太对 它把它微调 然后说你要 你做实验发现它 它变成100 它调了100个Minipole 不是你要75 你就用这个东西来调一下 想办法调一下 这个还可以调一下 就是说 你看它有两个高温制程 这两个温度都是非常高 都是将近1000度 机器呢 有可能用RTP 有可能也有用雷射 用很多很多房子 各家都不同 那么 它这是Gamma 这个Sigma 它有一个 不能说副作用 也是一个好 也可能是不好的副作用 什么意思呢 叫做 In the Facial Layer Scavenger 这意思是说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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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开始 我们不是在讲吗 这里放了Aluminum Oxide 在这里放Aluminum Oxide 你在它高热的时候 除了它流过来之外 还有什么别的事情发生 它要扩散过来 它还要发生一件事情 就是 它要抢氧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SiO2 它 Aluminum Oxide 比较高 然后 它也没有它那么高 所以怎么办呢 它才到处抢 Aluminum Oxide的氧 Aluminum Oxide 它抢不过Aluminum Oxide 它也抢下面 就它就在抢氧 所以在这个部分的夹高热的时候 氧氧开始动作 这个氧氧开始动作 其实它是往上走 表示你这个Io什么呢 变薄了 这个叫做Io Scavenging Scavenging就是偷吃抢吃 这个像老鹰吃吃吃吃吃兔子一样 抢吃了 或者秃鹰吃肉 大家都来抢 谁最弱 SiO2最弱 所以它就被抢 那这个抢以后会有什么后果呢 你看 它的EOT下来了 EOT本来在这里 它就往下走 你看上面 放不同金属的时候 它往下走的 往下走变薄 本来是然后是在这里 0.9 它会降到0.7 0.6都可能 看你的温度 所以这个像是没有CAP 没有Luminum Oxide 没有Luminum Oxide 没有Luminum Oxide 这些CAP 它就会 被抢了以后 痒 被活活的剥离了 它就被 往下走 变薄了 变薄了 好了还是换 很难讲 大部分都不太好 应该这样讲 因为你太薄的时候 它的可靠性下降 这个是我们知道的 但是也有收入 也有一个好处 这是第三个收入 因为 因为这个 diple driving 你有它改变的work function 它改变work function 然后它会改变它的reliability 这个地方是 这边有两个值 这个越高越好 这个改变以后 这个越高越好 这个越低 Data VT 越低越好 overdrive 这个地方是越高 这个地方越高 这个地方要越低越好 Data VT 我们希望它能够 持之下坐在 那么 然后这个overdrive 是越高越好 表示它能够忍受更高的 更高的overdrive 还不会坏 这是它的好处 那么这个就是Sigma 所以它们有 有三个到四个作用 这三个作用都 都需要优化 所以它们有两个 A point is the need to be optimized 现在介绍 Solid source 这是Solid source Doping Solid source Doping Solid source Doping Solid source 就是说 它用固态 来Bid open 到你的 规里面去 这叫Solid source Doping 比方在这里 就是2014年的时候 Intel在IBM发表 它在这个地方 有一些东西 有一些东西 有一些东西在 这些东西呢 像这个透明的东西 这些东西 就是它的Solid source 然后里面是什么呢 里面是PSG 或者是BSG 就是含有Boro 或者含有Posphorus 的一些玻璃 然后外面摆上一层SiO2 然后把它Dry进去 Dry下面 干嘛呢 因为防漏 防止漏 Punch through stopper 这个东西是防漏 本来是用Implant 本来是用这个Implant 来做的 现在因为Implant 这个太薄了 会有问题 等一下我们来看看Implant 是什么样子 那 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了 那么 现在呢 它建议这样做 但是现在别的 TSMC跟 TSMC跟三星有没有做 很难讲 没有经常做有做 这就很奇怪 它可能有别的办法 还是用Implant 觉得可以work 这个地方是Intel 我们等一下详细解释 它是怎么做的 它在Gate 之间 这个地方要 要把它 这个地方不能够 LOPE 不能够LOPE 所以说就打了一些 材质 打了一些Doping进来 让它不会LOPE 这就是Solid source Doping 以前是打了 现在不打 因为打的时候 发现会有很多问题 不用Implant打 而是用Solid source 来把它DRIVE进去 那么Solid source Doping还有另外一个用处 是 这个是 Source Drive Extension 这意思是说 这个地方 在Space下面 有些地方 还是高的电阻 比方说是Source and drain Junction 这里当然很多Source and drain 是没问题的 它的Doping很多 但是你一到靠近Channel的时候 这个区域 特别是Space下面 它没有Doping 所以你必须DRIVE IN 你需要让它流一点过来 不然的话这里电阻太大 你说这边就两个纳米 对 就这两个纳米就搞死你了 这个两三个纳米 就已经是非常非常严重 以前是五六五七个纳米 现在越来越薄嘛 所以说现在 怎么样把Space变得很薄 也是个大学位 那不管你变得再薄 它就会 这个地方是没有Doping 没有Doping的话就是很强的 而且它没有 不是Channel 所以它变成它就吃掉你的电位 所以这个地方特别小型 而这个地方的Doping 叫做Source Strain Extension 这个问题呢 是目前高科技里面 它一定要处理的问题 以前是用Implant 也是打 Implant把它打下来 它的效用两种 这L-Effected跟L-Metology不同 L-Effected 就是说这里啊 这里 真正 硅Channel的长度 真正的有电性的长度 电性的长度 就是它在Doping里面 大家看到它在Doping里面 Metology是说 实际好像只看Doping 不看电性的那个长度 那这些都是很大的学问 很多Simulation 在这个地方下很大的功夫 每个公司都是这样 因为你这个样做不好 你这里 就所有的存的电位的 这个电位降到这里 会有一个很大的电位降 那你就踩 你的电流就上不去 我们来看一下以前怎么做 22纳米的时候 它是用Implant 它的Implant 它是用比方说 就N-type而言 Orsonic Orsonic 因为它比较重 它比较乖 不太会动 所以它希望它不要动 就放到下面 它用三个KED 就是3000弗 非常高的能量 2115次方 非常高能量 你要把它换算成cm3 就知道了 你把它换算成cm3 你把它换算成cm3 的时候就是9成1 22次方 那非常高 那个浓度已经高于硅的浓度 几乎高于硅的浓度 几乎高于硅的浓度 几乎了 然后用45度就要打下来 当然也可能更多 看你这个FIN有多厚 你要打几度 有人说60度 70度 whatever 或者是43度 就是你要optimize 大概是45度 斜斜的打到下面 对不对 这个技术在753那里 可能不太适用 因为有缺陷太多 缺陷很大 其他系也不好打 打不打就把它打烂掉 这个要特别小心 那这个SourceString Doping 到底要怎么做呢 它的科技 技术上是怎么样执行 它是这样的 第一 这是你的硅 你要加上你的Source PSG就是Fosphorus 你有很多是Fosphorus Source 这个是一个玻璃 特别的一个种 特别玻璃 在半桃底上 我没用这个玻璃 这么多 上面放一个CAP 因为你这个PSG高温的时候 会跑掉啊 对不对 你喜欢往下走啊 不然跑掉怎么办 所以就要把它盖 盖住 但是你要盖住 盖住怎么样呢 盖住以后啊 它跟它的厚度有关系 大家看这个图 右边那个图 SiO就是Thickness 它电位掉下来 就是它不是电位 它电阻掉下来 它在6纳米的时候最棒 你说越厚越好 那不见得 很奇怪的是 它越厚的时候 反而它的电阻上去 它最佳就是 就是在 从这个实验而言 优化而言 6纳米最好 就这个 就是制程要优化的 有时候你就不知道为什么 它原因很多了 你太厚的时候 它有时候它会吸掉这个Fosphorus 太薄没用 它挡不住 太厚 它自己也吸 那就不对了 你们自己抽头了 对不对 你太厚就抽头了 太少就不够用 所以有一个optimal 这就是制程的优化 你看看它这个地方有个activation 就是82% 那是82% 为什么 82% 而已呢 我跟他讲 我就说 这是强扭的刮不前 这是什么意思 原来啊 一个doping要activate 要变成活化 本来是这样子 如果你挤进来的时候 没有挤到正式的位置 doping要activate 必须要在对的位置 必须要在lattice的位置 它才会有 它才能够把它的电 把它electron或者荷 拿掉 你才会被那个doping 如果你这个doping 刚刚开始的时候 都是interstitial 它是一个杂质 一高温的时候 它就会往这边走 往这边走 对不对 就要往这边走 就是说高温以后啊 这个所有东西开始动 这个叫做phonal 这个这样开始 每一个 每一个原子啊 就开始晃动 晃动得非常剧烈 这个叫做phonal vibration 这phonal vibration的时候 就会把它 大家松来松去 它就松进来了 有这个好处 这个是高温的时候 才会做 每一个都进来了 那就只有 activation efficiency 100% 所以这个activation 是这个意思 就是要把impurity doping在impurity的position 从interstitial 变成它不是impurity 变成 就是那个letters里面的东西 就是replace那个letters 在这里面的原子 OK 这个就是真正activation的意思 那3G里面 每一个原子 会被很多四面八方嘛 四面八方 上下左右 上下左右 四面八方 至少八个 十二个原子 帮它摇来摇去 摇晃摇晃 让它慢慢慢慢走到 该走的地方 就是那个letters里面的空缺 但是2D material 是不行的 它是平面 它也要懂 它的phonal assist 就不强 它是inferior 对不对 它说你2D要这样做很困难 因为上面下面都没东西 只有一个 只有一面一个原子 所以它靠这个来动 这个来动 这个 这个efficiency很差的 通常来讲不好 就是说 天生2D的dope innovation 它就弱于3D的equivalent 这个是 希望大家有个这个观念 它如果要强的话 必须用别的方法 2D dope还有别的方法 我们就不在这里谈了 今天讲的就是高温退火 热火朝天宫 谢谢大家